大家好 又到了我煲汤的时间 今天教大家煲这个汤就是 莲藕章鱼猪骨汤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 莲藕一斤 猪骨半斤 章鱼一只 绿豆两汤匙 蜜棗两粒 材料就是这么多 章鱼和猪骨 已经飞好水 和大家说回莲藕 我建议大家 买些有泥的莲藕 为什么呢 这两只 是有泥的莲藕 这一只 街市普遍 卖这一只 有泥的莲藕 我洗净泥 然后呢 表皮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只 莲藕 表皮 这么白色 这么光滑 可能就用东西加工过 所以 我们买些有泥的莲藕 就比较安全些 虽然你看到表皮 很花 但是一会儿 我们批了它 它也很漂亮 洗净它 切开一块就OK了 我买一块 我只是想给大家看看 分别在哪里 如果你觉得OK的 也没问题的 因为 街市现在多数都是 卖这一只莲藕 很少店铺是卖有泥的莲藕 你自己行街市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好了 我先处理材料 先和大家说 好了 好了 材料我已经处理好了 我现在 滚水也准备好了 我们就放下 所有材料 下去了 那棉藕呢 我洗净 去皮之后 刮出来也是很漂亮的 那现在呢 加上去 蜜棗 棉藕 那棉藕 有点醋 所以 加2汤匙绿豆 倒下去 就可以 中和 现在呢 盖上盖 大火煮滚了 再转小火 煮个半钟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那些汤呢 都煮了个几两个钟了 煮好了 加了少少盐调味 嗯 好香啊 大家不妨试试这个 莲藕鱼猪骨汤